好,我们再回答大堂新能源1798 这个朋友是Sally,他未有货 他说可不可以买呢? 看到近期新能源板块比较脾弱一些 是差点的 因为其实你说新能源板块整体来说 去年比较厉害 因为其实叫做D 一直都说会想做一些 就是大陆做多一些和炭中和相关的 呼应炭中和的一些新能源的政策 然后就说会推 去年就是没有什么很明确的目标 或者具体政策出来的 大家就炒个预期都还可以 但是今年的问题就是 第一很多这些已经升了上去 比如你见好像做太阳灵玻璃 即光复玻璃那堆已经升完再爆了 就是用我们的说法已经跌下去了 这个第一 第二就是其实不少的一些 叫做新能源的公司项目 其实都去年都已经市场充分发生了预期 反正今年就要交功课 如果交不了功课就要跌 那你说这一堆新能源里面 尤其是大陆新能源这一类 就是做封电然后很重资产的 有一样要小心的 就是它本身的利息 就是它交的息口 要给利息的开支 一向都很高的 其实你说这一段时间呢 就有些人可能憧憬就是内地那个货位政策 宽东翻就可能会对它有好处 但是我自己的看法就是好处就不算很大 也都不会令到它突然间大升 因为过去这只股呢 就这几年这两三年 都是通常只有一个情况而已 就是减完息不止就是 就是又是说没有公司可能会买回 就是有类似这些M&A的估计才会升 但是现在就完全听不到的 也都不像短期内 也不像会有任何发生的 我就不是特别建议铺了 就是尤其是如果你没有货想买呢 那我就觉得现在这些位置 就次次地会再向下飞多段 就是譬如可能随时试到2.7都不奇怪 那我就不会特别建议现在这些位置买 是 好 那Sally又留意一下Thomas的建议 好 那现在我们先休息一会 我们再休息一会 稍后回来会继续回答大家问题的 稍后再见